MU TV MU TV的破天荒合作 带到我们NOW的摄制队 来到英国的曼泽斯特 那么远水路来到曼泽斯特 当然会为大家送上很多关于曼联的猛料 但是送给大家猛料之前 也送给大家一位新棉孔 就在我身边的Eva 你好吗 多多指教 NOW TV除了来到Manchester之外 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直击MU TV 和PCCW的官方签约仪式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带各位求来到MU TV的露景厂 看看他们幕前幕后的情况 今次我们NOW TV的曼联之旅 除了会报道PCCW和MU TV合作的记者会之外 更加会带一帮香港的传媒朋友 来到奥脱福 来看曼联的第一场乱赛 对着纽卡素 比赛的时间虽然是在礼拜一的晚上举行 但是我们看到赛前的情况 依然是很虚狠 没错 只要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表现是几点 只有5点半而已 但是你看看我们在会场那里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你看看我们背面 有多多人 马团球迷果然投入 开球前三个小时已经聚在球场外 在人群当中竟然被我们找到 英国MUTV的同事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英国MUTV的同事 立刻抓他们来聊聊天 Hello Hello I see you're from MUTV Yes I am So what are you up to right now We're just basically getting little clips from the fans here and showing the fans on MUTV what the atmosphere is like here And you do you know that MUTV is now available in Hong Kong right I do and it's very exciting for us at MUTV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knowing that your face would appear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in Hong Kong I'm excited I don't k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lright thank you Alright thank you MUTV在英国的确是很受欢迎的 節目还吸引到一位移居英国的香港朋友 但我们在奥脱福的门口 找到一位香港来的球迷 但他不是特意飞过来的 他本身已经在这里住了 但对于刘先生来说 其实来到奥脱福都不简单的 你说给各位观众听你开车多久 差不多四个小时 差不多四个小时 你住哪里 沙岸顿附近 沙岸顿附近 沙岸顿附近是曼哲斯特 你真是很神心的很曼 我们在香港刚刚推出了MUTV 在英国MUTV有12年 据问你都在这里住了6年 你应该大概知道MUTV有什么节目吧 我多数看网页上 看一些旧片 即是旧时的比赛片段 那些 不知道有哪个旧的球员 你们特别喜欢的呢 Briam Robson 或者当时 简东南 还有 Paul Inns 当时都挺喜欢的 现在看你们喜欢的 中前场球员多些 帮小型的那些 尤其是喜欢的 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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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CW贵为是曼联的合作伙伴 当然受到贵宾式的招待 在赛前 曼联手安排了我们来到贵宾室这里 进行晚餐 认真有气派 曼联方面 认真尊重这次曼联 还派出他们是MUTV的评论员 曼联的名叔 马卡尼一起参与 这位前球星很好客 送上他的亲笔签饼照 给我们一众香港的传媒朋友 这次曼联可以用群星拱照来形容 马卡尼走了之后 养伤的李奥菲迪南突然走进来 跟我们香港的传媒打招呼 别看他这么高大 凶神恶实 其实他不知多好 还跟我们又签名又拍照 非常有大帐风范 我们NOW TV作为MUTV 香港的官方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进去 别人进不到的地方 这个包箱是什么包箱 原来是朗尼自己的包箱 过句话说 朗尼在下面踢球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在这间房间 慢慢看球 吃饱饱之后就去看球了 曼联在七万多人支持下 最终大胜而回 史高斯征赞的传送 看到我们一班香港传媒 乐而忘返 虽然摄制队和香港的传媒朋友 在比赛当天的早上一大清早 才到达英国 但有球看 当年就不会闪眼 大部分人都金睛火的看着 曼联如何大胜一场 还可以见证杰斯如何保持 每个招联球季都有入球记录 Eva 我建议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搞什么 加拉子俊 我们今次很幸运地 可以来到澳脱福 亲身去见证PCCW和MUTV的 官方签约仪式 为了隆重歧视 我当然穿得漂亮点 那倒是 因为官方签约仪式完成之后 PCCW就会正式成为 曼联在香港的官方综合电讯 和广播合作伙伴 终于都来到这个旅程 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举行曼联和电讯营科 记者会的大日子 PCCW其实和曼联一早达成了共识 在七月中开始 观众可以透过Now 欢频电视中 收看MUTV 曼联方面也很重视 今次和香港跨国的合作 就连领队肺隔信着士、朗尼 和贝碧托夫等等的球星 都有出席记者会 进行了隆重的亮灯仪式 PCCW就正式成为 曼联合作伙伴 而我们Now TV 将会在未来三年 成为MUTV的香港官方媒体 这次两大强者相遇 大家都懂英雄更英雄 我们PCCW就准备了一份 纪念品送给费Sir 预祝曼联能够在将来 取得更多佳职 何时都说香港观众有眼福了 由今天开始 各位可以透过PCCW的 四网合一平台 随时随地看到MUTV的节目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 参与联合作伙伴 和PCCW 这能力让 敌人能够接受 不仅仅仅仅 但视频 视频 内容 通过全媒体 通过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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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麻烦和电视融科的合作 会令香港的球迷有什么 есп deuts 就等电视融科 电视及新媒体 首席副总裁李可宜小姐 为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除了MUTV 在NowTV上 可以看到之外 其實這是四網合一的一個策略 我們會在PCW MOBA手機上 已經可以24小時看到MANU TV 同時我們最新推出一個 跟MU合作的MU TV Online的網站 在這個網站上可以得到 最新的球會資訊、球員的消息 可以在台前幕後的 關於球會的內容也可以看得到 對於PCCW破天荒首次 跟世界級球會合作 電訊員科代表陳紀新先生 覺得這次合作絕對是公司的榮耀 他期待PCCW和曼聯可以拆出火花 我覺得很有信心 他們將來會將MU TV做得更好 而且將很好的訪問、球賽 以及其他相關的節目 都是透過MU TV來到香港 電訊員科當然用四網的技術發放出去 務求所有客戶隨時隨地 都可以看到MU TV很精彩的內容 球員除了可以無時無刻 緊貼紅魔資訊 PCCW還會帶一份驚喜給大家 除了可以在我們不同的四網上 可以看到MU TV的內容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舉辦一些球迷的活動 遲些我們會有公佈 但也一定會有機會 帶我們某些球迷來到奧脫福 親自感受一下 曼聯比賽時的氣氛 曼聯的進攻足球這麼精彩 直接帶動觀眾收看MU TV MU TV背後的一群製作團隊 也對球迷不負所託 度身訂做了一系列的電視節目 我們就趁著這個機會 跟美女主持Mandy、Sarah 還有嬴男主持Mark 一起交流做主持的心得 想了解曼聯這間偉大的球會 除了看MU TV 最實際當然是踏足奧脫福 我和梓盡在導遊的帶領之下 一直講解歷史 一直走進夢劇場每一個角落 真是玩得不捨得走 我是Wayne Rooney 你們看NOW TV